你好,今天为你解读的是猛虎工作法,能力是训练出来的。 这本书的周恩版大约有12万字,我将会用大约2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。 如何快速提升个人能力,从菜鸟变精英呢?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? 单位召开优秀员工表彰大会,如果你没有被评上优秀,你心里就特别羡慕,甚至是嫉妒那些优秀者。 同时心里也会暗想,如果自己也站在台上被表彰该有多好啊。 如果被评为优秀的人里,还有和你一年进单位的小伙伴,你的心里是不是还会更不是滋味呢? 确实很少有人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,愿意给别人当陪衬。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,一样的平台,为什么别人进步快,而你却进步很慢,或者根本就谈不上进步呢? 你可能会认为,自己的能力不如别人,其实并不是你拥有的能力不如别人。 因为作为绝大多数普通人,彼此所拥有的能力差别不是很大。 人与人之间之所以拉开差距,是因为进步快的人找到了激发自身能力的方法, 而进步慢或者没有进步的人却没有找到。 那听到这儿,你是不是也很想找到有效的方法,使自己的潜能能够最大的发挥呢? 别着急,那今天为大家讲述的这本《猛虎工作法能力是训练出来的》这本书当中,就有你想要的答案。 《猛虎工作法能力是训练出来的》这本书,讲述了被受父亲庇护的雨林老虎拉维,突然失去父亲,并且遇到了强敌挑战。 《恐慌无助之时》,求助虎剑能力训练专家白虎女士,在她的训练之下,成长为雨林之王的故事。 通过这个故事,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切实有效的能力提升方案。 这套方案由五节能力提升课组成。 通过这套方案,你可以很快具备目标明确,经历旺盛,斗志昂扬,工作专注,坚持不懈的特质, 然后从菜鸟华丽的变身为工作精英。 那你是不是已经对这套能力提升方案满怀期待了呢? 那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《猛虎工作法能力是训练出来的》这本书的作者,罗塔塞维尔特教授。 他是一名德国人,出生于苏门达拉岛,是欧洲著名的畅销书作家, 欧美著名的人生规划师和能力训导师、思想家。 他的这本《猛虎工作法能力是训练出来的》,获得了美国本杰明弗兰克林大奖, 并且受到了纽约时报利剑,被译成了四十多种语言,畅销全球。 成万上亿人因为这本书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,成为工作中的精英,生活中的强者。 相信听完了今天的内容,你也会从中受益。 好,那讲述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的概况, 那么接下来,我就为你来详细的讲述书中的主要内容。 我将为你分为三个重点进行讲解。 第一个重点是,制定明确有效的目标。 第二个重点是,克服恐惧并合理运用斗志。 第三个重点是,专注于最有效的方法并坚持到底。 下面我们来看的是第一个重点, 制定明确有效的目标。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故事。 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儿子去草原上猎杀野兔, 到达目的地的时候,父亲问三个儿子, 你们看到了什么呢? 老大回答说, 我看到了我们手里有猎枪,在草原上奔跑的野兔, 还有一望望不到边的草原。 父亲摇头说,不对。 老二回答说, 我看到了爸爸、大哥、弟弟、猎枪、野兔, 还有茫茫无际的草原。 父亲又摇摇头说, 不对。 老三说, 我只看到了野兔。 这时父亲说, 你答对了。 那你听懂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道理了吗? 其实他告诉我们, 不管做什么事, 我们都必须有明确有效的目标。 他们父子四人是来打猎的, 目标是猎物, 所以就需要关注猎物就可以了。 在生活和工作中, 我们在行动之前, 要为自己制定好清晰有效的目标, 这样我们的行动才会有正确的方向, 我们才会在成功的路上少走弯路, 才会做事有针对性和目的性。 那么, 如何设定明确有效的目标呢? 我们平时经常会给自己制定各种大大小小的目标, 比如说, 一个月内你想体重减多少斤, 一年内你想赚多少钱, 两年之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等等。 但是我们的目标经常失败, 这是什么原因呢? 也许我们可以从猛虎工作法能力是训练出来的, 这本书的主人公拉维的身上得到启发。 拉维是一只羽林老虎, 身受父亲的庇护, 就连捕猎都不会。 可是有一天, 父亲突然被人类逮捕, 之后父亲平日的劲敌巴尔前来挑衅, 想要夺走拉维父亲留下的领地。 巴尔和拉维约定五天后进行捕猎比赛, 谁赢了, 谁就是拉维父亲领地的主人。 为了在捕猎比赛中赢得巴尔, 从而夺回父亲的领地, 拉维求助虎剑能力训练专家白虎女士来训练自己。 可是当白虎女士问拉维当前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, 拉维认为成为像父亲一样的羽林之王。 白虎女士使拉维明白, 拉维最重要的目标是练习捕猎, 以便获取食物。 食物是拉维最迫切, 最真实的需要, 因为没有食物, 失去父亲庇护的拉维就会被饿死。 只有挨饿才能够激发一只老虎最大的潜能, 只有活着才能够在捕猎比赛中赢得巴尔, 才能够成为羽林之王。 有了目标, 拉维所有的行动有了方向和动力。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设定那么多目标, 总是失败的原因了吧? 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够明确清晰, 不是我们迫切需要实现的, 不实现这个目标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很大的影响, 所以我们就不会尽全力实现它。 我们要想设定出明确有效的目标, 就必须以自己最真实, 最迫切的需求为出发点。 只有达到某种目标的理由和欲望越强烈, 你才越有动力去实现它, 也就是说目标越迫切, 越没有退路, 才越有可能实现。 现在你也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, 什么才是你最迫切, 最真实, 最具人生影响力的目标呢? 当然光有明确的目标还是不够的, 因为你必须充分的了解你的目标和你自身的实际情况,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实现目标的有效计划, 也就是说你需要将你的总目标分成若干个小目标, 分成若干个阶段进行, 因为目标越大给你的不确定感和压力就会越大。 可以以美国著名的作家、心理学家莫顿想特的一篇文章, 走一步再走一步为例, 来讲述一下这一点。 文中的小男孩不敢独自从山上爬下来, 他的父亲说, 不要想着距离有多远, 你只要想着你是在走一小步, 把你的左脚踏到那块岩石, 不要担心下一步。 最后小男孩终于从山顶上下来, 他感受到了巨大的成就感, 并且总结出了重要的人生哲理。 不要想着远在下面的岩石, 而要着眼于那最初的一小步, 走了这一步再走下一步, 直到抵达所要到达的地方。 其实我们的大目标何尝不是我们的山顶呢? 从上边往下走, 我们感觉好高啊, 我们也会产生恐惧不安和无措。 如果我们把通往目标的路分成一小段一小段, 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往前走, 我们就不会觉得目标那么不可控, 那么遥远, 那么令人害怕。 等你把所有的小目标都实现了, 你也就到了山下了, 你的大目标也就达成了。 好, 那到这儿呢, 《蒙虎工作法》能力是训练出来的这本书的第一个重点, 制定明确有效的目标, 就与大家分享完了。 那这也是白虎女士给哈维上的第一节能力提升课。 主要讲的是, 不管做什么, 我们要想有所成就, 都必须有明确清晰的目标, 并且目标的制定, 一定要从自己最迫切, 最真实的需要出发。 还要在完全了解现实的情况下, 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有效计划, 将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, 一步步来实现。 那说完了第一个重点,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二个重点, 克服恐惧, 合理运用斗志, 这是白虎女士给拉维上的第二和第三节能力提升课。 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, 经常会受到情绪的影响, 情绪可以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, 欢乐, 勇敢, 沉着, 爱心等积极情绪可以促进人体活动, 使我们积极乐观, 充满力量, 充满希望, 恐惧, 焦虑, 沮丧, 悲伤等消极情绪会抑制人体活动, 会减弱我们的体力与精力, 让我们行动迟缓, 不思进取, 做事怕这个怕那个, 不敢尝试和超越, 甚至会自我放弃, 其实人的强大不是身体的强大, 而是心理的强大, 情绪往往才是决定我们成败的关键因素, 那以今天咱们这本书的主人公拉维为例, 他本是一只猛虎, 在雨林里没有多少动物可以和他抗衡, 可是由于对雨林对未知的恐惧, 他的潜能被抑制, 他看不到自己的能力, 也根本不敢走进雨林, 恐惧蒙蔽了他的双眼, 阻碍了他的行动, 使他陷于生活的困境, 其实我们人类何尝不是如此呢, 由于未知的不确定性, 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总是充满了恐惧和排斥, 害怕失败, 害怕受到伤害, 我们觉得窝在不变的环境中比较安全, 不喜欢新事物, 不愿意接受改变, 更不用说主动去探索新的领域了, 其实恐惧未知是人之常情, 心理学家认为正常的发展状况下, 人们在脑海中对事物会建立起相应的模型, 但是当一个新鲜事物出现的时候, 认知中没有相对应的模型, 我们就不知道如何的应对, 对新事物有所期待, 又害怕受到他的伤害, 所以才会心生恐惧, 这是潜意识对新变化的抗拒和逃避, 但是世界是不断变化的, 我们面临的环境和工作局面是不断变化的, 我们如果因为恐惧不敢走出舒适区, 就会跟不上形势,就会落后, 就会最终被淘汰, 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恐惧呢? 选择权永远在我们的手里,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, 与其把精力浪费到无用的恐惧上, 不如把恐惧解决掉, 选择相信自己, 勇敢前行,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, 首先我们要掌控自己的情绪, 相信自己, 并且勇于开拓新格局, 如果想成为强者, 我们就必须掌控自己的情绪, 做情绪的主人, 而不是奴隶, 我们与其在畏惧中浪费自己的精力, 在畏惧中被淘汰, 不如选择相信自己的能力, 乐观的人总比悲观的人有力量, 所以要勇敢的走出舒适区, 努力的去尝试不断的寻求变化, 不断的提升各方面的能力, 勇于开辟新的生存空间, 如果你是菜鸟, 你就要走出原本的认知格局和能力范围, 不断的向中层, 向高层的方向努力, 以中层高层的标准来要求自己, 你甚至应该比那些中层高层更努力, 这样你才能够不断的实现超越, 很快升级为业界精英, 退一步说, 你就算没有取得你想要的成绩, 你也会在尝试中得到历练, 得到进步, 只有在挑战和磨难中, 我们才会很快成长, 除了相信自己勇于开拓, 我们还应该改变看问题的角度, 著名的作家莫布桑说过,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, 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, 那在今天讲述的猛虎工作法, 能力是训练出来的一书中, 虎借能力训练专家白虎女士, 让拉维斩断一根木头的时候, 拉维连尝试都没有, 就马上回绝道, 这是不可能的, 没有人可以砍断那么粗的树枝, 每次白虎女士让拉维做事情, 拉维总是先入为主的, 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完成, 她总是先看到困难, 然后认定事情会失败, 莫名的恐惧, 令拉维丧失了迈出第一步的勇气, 我们生活中也常见这样的人, 在没有做到事情之前, 先看到一堆困难, 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人, 你要和他商量一起做个什么事, 他先找出一大堆困难, 非得360度, 无死角的论证出事情的不可行性, 前几年他在大学毕业那会儿, 他单位盖府立房, 均价三千, 我就鼓励他买, 他说手里连定金都没有, 更别说首付了, 再说房子又不是县房, 还不知道什么样子, 我就建议他可以先借一借, 凑足了定金再说, 他又推托说不好借, 张不开嘴去借等等, 困难简直能把路给堵死, 结果怎么样呢, 他有好多同事只交了定金, 光转手卖号就赚了好几万, 结果现在那房价都已经标到一万一平了, 他自己还借住着单位的房子, 现在的他毁了肠子都清了, 但是他仍然没有改变多少, 前两年我和他商量一起投资在大学旁边开一个砂锅店, 他说你以为开店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呀, 然后又跟我列出了一大堆的困难, 困难多到简直就像五指山一样, 把人直接压在下边动弹不得, 我听了以后什么都没说, 转头自己就去筹钱了, 当然这其中也是历尽了各种波折, 但是店总算是开起来了, 现在小买卖每天都是红红火火, 因为靠着高校根本就不愁客源, 我朋友眼红得很, 想要再投入, 但是我已经不需要了, 因为机会不等人, 你在纠结有什么样困难的时候, 说不定他已经就溜走了, 你在纠结于有什么困难的时候, 别人却把握时机在不断的进步, 所以我们在尝试想做的事情的时候, 不要总是想着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, 这不但对你做事情没有任何的好处, 还会消磨你的意志, 浪费你的精力, 与其这样不如放弃所有的焦虑, 设想事情一定会成功, 然后集中精力, 多想想能解决问题的办法, 过河搭桥, 兵来降挡, 水来土岩,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, 人是活的, 事是死的, 只要你愿意去想办法, 你就一定能够找到克服困难的好办法, 优秀的人遇到问题, 先想办法, 平庸之辈才会怯懦退缩, 相信大部分人都不甘心平庸吧, 好, 那到这儿呢, 改变角度看问题这一点就说完了, 我们再来看一下, 克服恐惧, 精进能力的最后一个方面, 合理利用斗志, 斗志呢, 就是斗争的意志, 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就成功, 成功的路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困难, 如果没有斗志昂扬, 那是很难成功的, 本书的主人公拉维为了抓捕猎物, 一直蹲在冰冷的河床里, 就算全身冻僵, 仍然在耐心的等待着猎物, 如果没有强烈的斗志, 和必须完成任务的坚强意志的话, 那它是很难做到的, 我们人类也是一样, 要想取得多大的成绩, 就要承受多大的困难, 昂扬的斗志, 是攻克这些困难的利剑, 这里有几点, 是我们在运用斗志的时候需要注意的, 首先你要认识到, 一个任务有多么难, 不是你能决定的, 但是否能够应对它的挑战, 却是你能够控制的, 你想要赢, 你才能赢, 那些一开始就放弃的人, 是没有做好成功准备的人, 是没有昂扬斗志的人, 另外一件事情开始不成功, 不代表着永远不成功, 遇到失败和挫折, 一定不要放弃, 要振奋精神, 调整方法和策略, 不断的推进, 事情最终会成功的, 还有就是, 你要允许自己在做事情的过程中犯错误, 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, 爱迪生还是在一千多次的错误的尝试中, 才发明电灯了呢,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减少错误, 并且从错误中汲取经验, 找出自己的弱点和不足, 不断的改进, 不断的努力, 当然不要允许自己同样的错误犯两次, 如果你犯了, 说明你反思总结的能力, 还有待提高, 只有善于总结反思的人, 才会很快成长, 才会有所作为, 好了, 那说到这儿, 本书的第二个重点, 克服恐惧, 合理运用斗志就已经说完了, 我们要跟上形势的变化, 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有所作为, 就必须要克服对未知的恐惧, 勇于走出舒适区去开拓新局面,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, 多想办法和结果, 而不是把精力浪费到困难和恐惧上, 你要对所做的事情充满昂扬的斗志, 可以失败, 但是绝不放弃, 绝不能被困难打倒, 好, 那总结完了第二个重点, 克服恐惧, 合理运用斗志,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三个重点, 专注于最有效的方法并坚持到底, 这是白虎女士给拉维上的第四节和第五节能力提升课, 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给儿子的一封信, 坚持一件事原则中提到,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 把精力分散在好几件事上, 不仅是不明智的选择, 而且是不切实际的考虑, 因此只有专心致志的做好一件事才能有所收益, 确实如果我们同时忙于多个事情, 往往会焦头烂额,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, 就算不出错, 每个事情都做好的可能性也不大, 不如集中精力, 专心完成一项任务, 这样会既迅速又高效, 同样当一件事情有很多种解决方法的时候, 该如何选择呢? 蒙古拉维在捕猎物的时候, 一开始选择潜在河水中, 让河水掩护自己, 等待猎物的靠近, 但三次失败之后, 他毅然放弃了这种方法, 而是进行实地考察后, 选择在河岸边以树木做掩护, 耐心的等待猎物的靠近, 拉维专注于能够实现最佳效果的方法, 并选择最佳的时机出手, 最终补到了美味的猎物, 这种做法同样适用于我们,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, 要抓住问题的关键, 并且结合实际情况, 找出最简洁, 最切合实际的方法, 直接戳中问题的要害, 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最有效的方法呢? 首先你要充分了解实际情况, 知己知彼, 百战百胜, 拉维在去河边打猎之前, 纠结于是应该意志坚定地坐在河里, 还是应该勇敢地潜入水底, 跟白虎女士没完没了地唠叨, 白虎女士批评她说, 这是浪费精力, 只有到了河边, 仔细观察了周围的环境, 了解了实际情况, 才能够选择最适当的捕猎方法, 所有计划的制定都应该源于实践, 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所制定的, 否则看起来再完美的方案也是空理论, 其次你要认识到最有效, 最便捷, 最具影响力的方法, 往往不是我们平时最容易想到的方法, 如果是大家都能够想出的方法, 那么大家都能够成功, 你拿什么和别人竞争呢, 凭什么比别人优秀呢, 就拿写文章为例, 别人一下就能够想到的角度, 你也写一样的, 那你靠什么出彩呢, 靠什么吸引读者呢, 你要把你一下就能够想出的前两种方法都放弃, 在结合实际的情况下, 去综合比较, 去创新, 去探索不一样的方案, 再次要学会灵活变通, 把力气用在该用的地方, 你的力气和精力是你非常宝贵的资源, 舍得下力气就会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, 但是也不能让你蛮干, 如果你认为的方法一而再, 再而三失败, 那就放弃, 当然不是让你放弃解决问题, 而是放弃失败的方法, 把力气最大化的用在有效的方法上, 简单来说就是方法不对, 马上换, 不要浪费精力, 只把力气用在最好的方法上, 如果你已经有了明确清晰的目标, 充满了昂扬的斗志, 并且能够很好的专注于最有效的方案, 那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, 把自己的计划坚定的推进下去, 这是拉维的导师白虎女士教给他的最后一课, 赢就赢在谁更坚持, 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, 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, 一个人如果在做事情的时候, 急于求成, 往往不会成功, 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规划, 坚定不移的推进下去, 这就需要我们有顽强的意志, 并且把这种意志贯穿于我们的行动的始终, 记住也许你不是最优秀的, 但你一定要竭尽全力, 这样你才能越来越优秀, 到这儿呢, 我们的第三个重点内容就说完了, 主要讲的就是专注于最有效的方法和坚持不懈推进计划, 专注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,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, 要抓住问题的关键, 专注于最有效的方案, 但是最有效的方案, 往往不是最容易想到的方法, 所以我们要懂得去创新,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计划坚定不移的推动下去,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放弃, 好, 那说到这儿, 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, 你是不是已经领会到了猛虎工作法的精髓了呢,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, 首先我们说了第一个重点, 要制定明确有效的目标,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目标明确, 这样你做事情的时候才有目的性和方向性, 并且目标的制定不能够冲动和盲目, 要从自己最迫切的需要出发, 然后把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, 一步步完成, 等最后一个小目标完成之后, 你也就抵达了成功的彼岸了, 其次我们说到了第二个重点, 克服恐惧合理运用斗志, 很多时候人们在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, 因为对未知的不确定性和害怕失败, 总是会产生恐惧心理, 这种恐惧往往会使人们躲在舒适区里, 从而丧失迈出第一步的勇气, 所以大家要努力克服恐惧这些心理障碍, 学习信任自己的能力, 勇于开拓新的局面, 要用积极的眼光看问题, 遇到问题的时候, 多想想办法和结果, 而不是把精力浪费到无用的困难和恐惧上, 并且要对所做的事情充满昂扬的斗志, 斗志是你攻克挑战与困难的重要保障, 可以失败, 但绝不放弃, 只有拥有打不垮的斗志, 才能够获得最终的成功, 最后我们说到了第三个重点, 要专注于最有效的方法和坚持不懈的推进计划, 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, 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 我们不可能样样俱到, 我们要专注于能够实现最大功效的方法, 抓住有利时机, 直奔目标, 但是最有效最便捷的方法, 往往不是最容易想到的, 我们要结合实际, 综合比较各种方法, 要勇于探索, 勇于创新, 然后坚持不懈的稳步推进自己的计划, 直至成功, 好了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,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, 想要每天听本书,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探书, 探是探索的探, 关注探书FM, 我们不见不散。